在一片欢呼声中 由桃园市原住民族发展基金会所举办的 桃园市原住民族商品设计竞赛得奖者逐一出炉 今年竞赛主题定为部落日常生活 参赛选手选择以平面设计或工艺设计 将原名美学融入创作当中 其中工艺设计组银牌奖的是一名高龄70岁的长者高秋兰 在家人鼓励下头剑 以阿美族传统的藤边碑栏为发响 加上巧思获得了评审青睐 我往往想不到会得奖 这个原本我的兴趣 以前老人家留下来的 都挂在墙壁都烂掉了 做的人也不在了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 我就拿来一直研究研究了很久 才做出来的 刚刚开始也没有那么精致 经过了评审这些老师的建议 所以稍微改一下 比较精致一点 而获得平面设计组金牌奖的作品 是将屏东牡丹乡高市部落 新牡丹文化艺术团 所采集的传统古瑶歌曲 运用了图像插画 将一手手的古瑶制作成 林班生活南排湾古瑶专辑 创作者之一的吴冠宇表示 三位创作者都不具原住民身份 也因此在创作上特别小心 即使在自由创作的同时 也必须传达正确讯息避免错用 设计竞赛的参赛者并不限制对象 今年226件投稿作品中 原住民族人投建的有37件 只占全部的16.4% 而过去社会上常见 其他非原民创作者 因错用原住民的图腾 歌谣服饰等作为创作引发争议 甚至触犯原住民族 传统智慧财产权 主办单位该如何透过竞赛平台 让创作者在创作自由之下 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有讲座 也有交流 我想一般的文创工作者 他只要能够适当地掌握原住民的元素 也可以参加竞赛 没有限定在原住民的身份 不过原民身份的比例正在不断提高 代表说原民的艺术家们 在创作的能量上在放大 放眼望去 入围的20件作品内容丰富 将原民美学展现在文创商品之中 除了提供高达50万总奖金 给所有参赛得奖作品 也将在桃园和高雄举办展览 期待未来能扶植更多 在地优秀的文创人才 本期期晚256桃园中立采访报道